在《见来》中,除了宁瑶之外,还有几人对陈平安有着特殊的情感 他们的结局各有不同 一亿软秀 情感产生,软秀是上古火神转世,天生能看破人心 他与陈平安第一次相遇在湖边,当时就看出了陈平安内心的干净透彻 之后,陈平安经历诸多艰难困苦,软秀更是对他新生好感 他对陈平安的情感既有被他纯净内心吸引的因素 也因为相处过程中对他的了解不断加深 结局,软秀深知自己与陈平安之间存在大道之争 且他作为神,终有一天会离开人间 所以,他选择将这份感情默默放在心底 后来,软秀回归天庭,在离开之际,回头望向黎珠洞天 心中对陈平安定是有着诸多不舍与牵挂 但他和陈平安终究没能走到一起,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一男平 二,姚敬之 情感产生,姚敬之是浩然天下中唯一的女帝 陈平安在齐靖春的帮助下,许下欲遥而停 逢瑶必救的宏愿 他在途经活阵时,救下了被修士追杀的姚敬之 并亲自护送他一程 姚敬之对陈平安一见钟情,甚至表达了爱意 他喜欢上陈平安,或许是因为陈平安在他最危险的时候出手相救 展现出的剑仙风采和担当,让他心动 结局,然而,陈平安心中只有宁瑶,拒绝了姚敬之 最终,姚敬之为了家族的利益 嫁给了自己所在国家的君主,成为了皇后 尽管他拥有了至高的地位,但每当夜深人静时,还是会想起陈平安 他的这份感情也只能被深埋心底 三,贺小良 情感产生,贺小良与陈平安被陈成胡乱拉上红线 起初他曾挣扎过,但后来心态似乎有所转变 在文妙意识时,他看到陈平安,微笑的神情让旁人都能瞧出他对陈平安的绵绵情意 他对陈平安的感情比较复杂,既有陆成牵线的影响 也有在相处过程中对陈平安的进一步认识 结局,贺小良知道陈平安已有宁瑶,且宁瑶实力强大 他不是宁瑶的对手,所以,他对陈平安的感情只能停留在一种微妙的状态 他或许在心底保留着这份情感,但也不敢有进一步的行动 与陈平安的关系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四,李宝平 情感产生,李宝平认陈平安为小师叔 陈平安是除了他家人外,唯一一个真心对待他的人 在前往山崖书院的过程中,陈平安展现出的各种能力和对他的照顾 让李宝平对他产生了喜欢之情 他对陈平安的喜欢更多的是一种对长辈的崇拜和依赖逐渐转化而来的情感 结局,但陈平安只把李宝平当作晚辈看待 他喜欢的人是宁瑶 所以,李宝平的这份感情也没有结果 他只能继续以小师叔和晚辈的身份与陈平安相处 在陈平安的庇护下成长和修行